相撲是日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项体育项目 源于中国的春秋时代 称为脚底 与谈潮潮的日本 渐渐地成为了日本的国粹 别看相撲手各领各的其肥无比 更别提啥言之了 但是在日本 美女可都是强的要嫁给他们的 原因就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 而且还很有钱 嫁给他们可以说是观中药主脸上有光 大家好 我是王奥奇 在日本相撲手的月薪 大概是280万日元 约为17万人民币 还有各种奖金 津贴 美女大把社会地位又高 是不是很想成为相撲手呢 那么下面的这些知识 我建议你先了解再说不迟 大家对相撲手的印象 一定是那巨大的体型吧 他们的体重只有下限没有上限 体重越大优势越大 那么为了增重就必须缺肥 但是你别以为是餐餐高热量的大鱼大肉 他们主要吃的是火锅 火锅的食材以肌肉为主 加入各种鱼 蔬菜配重油 被称为历史神经火锅 但是他们一天只吃中午和晚上的顿 并且每顿都是要吃到闪着眼才爽黄 严重的肥胖带来的是各种健康问题 高血压糖尿病只是日常有些 心脏病脑血栓等才是高发Boss 除了体重 力量和技巧也是很重要的一皇 他们都是灵活的胖子 日常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 一般早上5点左右就要起床空护运动 一直练到中午11点 这胖胖的外表下 肌肉含量其实还是相当高的 所以不要以为相簿手都很爽 相簿手只能穿着传统护士 不允许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 包括发型也是一样的 生活上的规则细节是非常严格 出门要低调 说话要轻声细语 比较获胜失败 都不能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至少表面看起来 相簿手都是非常有礼貌的 他们还不允许驾驶车辆 主要是因为体型庞大 如果驾驶车的话 危险性就太高了 所以他们的出行都是大众交通 所以普通人也是可以接触到 这些重量级明星的 可能你要问 相簿手是日本的传统 关我们啥事呢 确实 在早些年 相簿手全是日本人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外车的相簿手 其中有一个叫参国来的 就是内门赤峰806起轮 本名恩和徒步星 03年跑到日本学习相簿后改名 现在是前头级别的选手 所以抛去两国的情绪问题 跑到日本做相簿手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还有之前晚上床头沸沸扬扬 关于臀部清洁式的事 这些床研相簿手的屁股 是无法自己擦的 另有专门护着擦屁股的人手 这个纯属谣言啊 我在外馆进行多换的茶热 根本就没有这个事 相簿手的伸手都是非常灵活的 不是普通各方面都无法治理的那种punch 这点事情还是能够独立完成的 虽然生活上是艰苦的点 但是高兴高地位美女还倒贴 看完以下的这些 你还有没有成为相簿手的兴趣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